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曾想这凡事竟也有此一见 吃稳白衣胜雪 折眼粉红潇洒 衣白衣粉 宽大的衣袍也轻轻摆动 奉酒白钱少晚成于一众女仙不禁看得呆住了神 酒酒难以自拔 若不是东华帝君 不合时宜的 哼一声 恐怕这几位女仙连晚饭都不想吃了 一边是空山幽谷白雪飘飘花满树 另一边则是迷幻妖界炫彩琉璃暗流涌动 林须一边看着手下传来的公文信件 一边频频点头十分满意的样子 原本妖妹的脸上更因为什么好事情 更加带有几分邪恶感 大殿之侧用于震慑众人的假的姚玉红玉笛 散发的光芒越来越耀眼 与上古圣物真的红玉笛不一样 姚玉所造的玉笛周身通红 但那红色刺眼夺目 寻常小心小妖看到这光芒会感到眩晕 而女娲娘娘补天所拣选下的玉石做的玉笛 虽然周身通红也泛着红光 但这红光温润 至于阴暗处还能照明 不驱动法术是不会上到生灵的 灵续看完公文 又瞳目看了看玉笛 站起身走出大殿 几时归去 做个闲人 对一张琴 一壶酒 一夕云 哲言在听到东华冷哼了一声之后 一脸悠哉惬意的伴着琴声说道 说完 琴声渐停笛声渐弱 山谷中吹烟渐起饭菜香渐渐扑鼻 这凡间那一天是急不经过的 仿佛才是一转茶的功夫 山谷中天色就暗了下来 仙杖中也逐渐暗淡 吃稳收起笛子 看了一圈后 施法将被仙杖笼罩的院落 四周挂起了名样的琉璃盏 瞬间仙杖之中又仿佛回到了白昼 经过墨渊和夜华 以及连颂可有可无的打下手之后 一道又一道看起来很不错的菜品被端上了早已画好的长桌之上 刹时间仙杖之中 逐渐生腾起了令人垂涎欲滴的饭菜香味 凤九拉着东华的手 率先来到餐桌 一边看一边 点拼 这每一道菜 还不忘在自己偷吃的时候给东华喂一口 少晚一面瞧着凤九和东华 一面心下感叹 随后看着忙忙碌碌坐着收尾活计的墨渊 不禁入了神 待醒神时墨渊已经站在他眼前 正牵起他的手准备入座 凤九等人也早就做好 此时一群人正一脸暧昧的看着墨渊喝少碗 笑而不语 待二人落座 凤九赶紧招呼众人用饭 众人动起筷子 虽然表情不似吃凤九做的饭菜那般享受 但也绝不像吃帝君做的饭菜那般 生不如死 仙杖外的雪依然没有停下 飘飘洋洋 山谷中也逐渐起了风 仙杖外那些不太惊得住风吹的桃花杏花的花瓣 纷纷离开了树枝 随着山谷中的风卷入了一桶飞舞的雪花之中 仙杖内众人范壁 因范厚浊时有些范懒 此时谁也不想去洗刷那些碗盘 索性各位都是神仙 东华帝君虽被自己夫人名印 竟只不允许在凡间使用法术 但其他众位神仙却可以任性 婴儿清洗碗盘这等小事就被成育人君带牢了 雪下得愈发紧了 白雪中夹杂的花瓣也越来越少 仙杖外的山花几乎都掉落了 一副残破景象 反间精致最是真实 山花烂漫是真 随风掉落也是真 不似酒重天却花草树木是永不会颓败的 凤九在经历了生死之后 反倒对着凋零的精致别有一番欣赏喜悦 此时的凤九正牵着东华的手 站在任落大门处 静静地看着这仙杖外的景象 全神贯注的样子 倒叫东华帝君已有些担心 东华帝君从未见过凤九如此模样 不同于打造剑侠时的专注 那时的凤九虽然专注 但举止间依然活脱脱少女情怀 而如今站在自己身边的这只几万岁的小狐狸不仅专注 身上更是流露出一种气度 这大概就是君王之气吧 东华不仅想起了九重天上凤九缩时小阿丽夏 住在自己名下时的一席话 东华帝君笑了笑 他的小狐狸长大了 不再是从前的幼狐了 如今长成了一个四海八荒皆尊敬的女君了 东华想着 手上也加重了为这凤九手的力度 仿佛是在提醒凤九 也是在提醒自己 他不仅是女君 如今更是自己的帝后了 是一十三天太成功东华辞辅邵阳君的夫人 月地云皆慢一尊 玉奴中不复冬婚 凌春节起荒荆棘 谁性幽香是返婚 妖界情花一草不比神族各处的少 散发着浓郁香气的植物也比比皆是 此刻的林须 身穿一袭白袍 卸下黄佩 头发随意披散着 几经辗转 迂回过几处清幽小镜之后 林须来到了妖界一处妖气鼎盛四翼的洞口处 站在洞口向里望去一片漆黑 有一层掺杂着黑色的用法术种下的结界封住洞口 林须站在洞口前 双手抬起驱动竖法 一道亮光闪现 朝着洞口结界中间飞去 一瞬间 那泛着黑色气息的结界 从中间分开一个入口 林须随机走了进去 洞内漆黑不见五指 顺着洞口进来一直直走来到一处 有着两条路的分岔口 一条从远处泛着红色的光 另一条这是泛着幽蓝色的光 林须随机走向了幽蓝色光的路 在几经蜿蜒交错的小路 来到一个一处灯火通明的大唐 唐中几个黑衣男子见到林须纷纷行礼 拜见君上 林须袖子一挥算是免礼了 接着林须来到大唐中央 再次驱动竖法 不多是唐中央的石盘之上 便出现一方冰榻 冰榻之上躺着一个面色苍白容颜交好的女子 一身金色玲玲的衣裙 林须身后的几个黑衣男子 就不禁叹道 好一个美人啊 林须听罢 微微一笑 看着踏上之人 道 美则美矣 却没什么智慧 身后黑衣男子们这是相互一笑 愿以心配酒 红一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 能以一杯无 凤酒携手东华看着仙帐外 逐渐陷入沉沉夜色的山谷 回头又看了看仙帐内规至院落之后 正欲煮酒小酌的众人 又应感受到来自冬华手掌的温度与力度 再继而回头看着身旁的冬华 冬华余光正好将凤酒的一举一动 皆寒在眼里 此时冬华也正看着凤酒 两人四目相对 仙帐外是浓重的夜色 寒风席卷着大雪 仙帐内是几位增神谈笑 刚枯的树枝 木桥在火焰里被烧的发出声响 仙帐内外宛如两个世界 二人也彻底感受到了久违的舒心 自从前那次大婚之后 凤酒和冬华经历了生死劫难 妇又终于在一起 如此三五好友同在一起 气氛又如此祥和的时光 却是非常难得 从前因吃吻的原因 凤酒有些话不能明知说 也因吃吻没有和冬华等人见过面 因此凤酒一边履行着自己的承诺 一边又要安抚着冬华的情绪 如今就不同了 吃吻回来了 还带来了新朋友话意 姑姑姑父爷也难得抛开酒重天的证物 哲言和小叔也不再因为逼方鸟 而一个离家出走一个追 成玉和连颂先是有了老天君的千花盛典 后来 经过凤酒等人的助攻关系 也有了极大的进展 更值得欣喜的就是少婉的苏醒 不仅让自己多了一个朋友 也让墨渊上神从此有了心心念念之人 也因如此 从来没什么朋友的冬华 如今也是妻子双全 更加知就有重逢 这一切真的太美好了 凤九这样想着 冬华见凤九望着自己发愣 轻轻将凤九揽入怀中 在唇上轻轻一吻 随即松开调皮的看着凤九 凤九被这一吻 瞬间红了脸 又听见一旁正在煮酒小酌的众人 不停的假装咳嗽 反倒没了害羞的意思 只见凤九轻轻点起脚尖 两只手抱着冬华的腰 又轻轻吻上冬华的唇 只轻轻一吻 便立刻松开 挑衅似的看着众人 还轻轻的 哼 雷一声 冬华被凤九这一举冬斗的心情大好 不仅当着众人秀恩爱 还顺势拉着凤九走向众人 名义上是一桶小酌疫情 实际上却是要在众人眼皮子跟前秀恩爱 众人无奈 凤九冬华二人 一个年纪最小 自小就机灵古怪 一个年纪最老 四海搬慌脸皮最后 如此二人在众人面大秀恩爱 倒也无可厚非 放作其他人那可是弯弯不能的 其实冬华凤九也并非如此不顾世俗眼光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